广达旗下孙公司原本隶属于广名光电的达明机器人 这是全球第二大协作机器人厂 独家技术他们把每一台机器人都内建镜头 所以这些机器人不只可以做章鱼烧 蕎麦面 甚至连台湾半导体厂内的晶圆盒搬运 全都要靠它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刀面糊加入章鱼烧再翻面 镜头辨识色泽 抓准时机 准备起锅 就连主桥卖面也统统不假他人之手 厉害的机器手臂都是来自广达孙公司达明所制造的 我们独家前进到位在桃园归乡的总部 今天想要来杯热美式还是热红茶 都有专属机器人替你服务 一颗眼睛 一只长长的手臂取代人工 还成广达董事长林百里心宠 办公室就把一台专门用来迎接VIP贵客 视觉系统不是说好像就只有装个 镜头就这样子 硬体外面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它真正的核心的部分 其实是在软体的部分 有眼睛的机器人针对不同任务 如同手机APP点一点 五分钟就能适应各种产线和厂房 相较传统还要额外加装镜头 不只电高成本也要花上数个月 进行系统整合 运用我们IT的背景 所以我们它不是一个视觉而已 不是一个镜头而已 我们必须有整套的视觉软体 那我们就把这个视觉 视觉镜头跟我们的手臂做个结合 那用户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使用 但其实达明前山是座光碟机 2016年才从广民独立出来 闯进协作机器人市场 五年时间市占率已经冲上15% 坐稳全球二哥宝座 变成全世界第一 这个还是我们的目标跟理想 那也是希望朝着这个目标在前进 对于客户 它不管是初次上席的 就是说建制的费用成本 能够最有竞争力 另外是包括后面的维护成本 也能够最有竞争力 就连科技厂里最怕碰撞的 晶圆盒 数十公斤重 机器人先测量距离 从操作台上轻松一肩扛起 分毫不差的放入指定架上 南茂群创就是用这台 达明的客户超过上千家 航台业汉翔 电子业富士康 甚至海外汽车市场 德国马牌 日本丰田 都是他们的客户 我们有一个客人 他原来一条线可能要二十几个人 那他导入之后 他可能省了70 80%的人力 SMT他基本上就是整线 都是机台嘛 有些制程啊 他就可以用人在机台之间放上去 然后直接取代人力 从笔电到汽车都能做 达明靠机器人大军 漂亮准型 接下来力拼上市 要再下一城 东森肯定新闻 许巾洪佩宇 桃园采访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